大家好,我是网易公开课的负责人蒋中波 很高兴能为大家介绍网易公开课 以及公开课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我们公司网易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为中国5亿网民提供新闻、邮箱、游戏、词典等各种产品和服务 2011年10月,我们在中国大陆第一个推出了公开课项目 当时我们收集了大约1200级大学课程 并组织翻译了其中200级 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免费提供给网友观看和下载 网易公开课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哈佛大学的幸福、公圣、耶鲁大学的死亡等课程 是最受欢迎的课程 大家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展开了很多深层次的讨论 麻省理工学院的微积分、化学原理、计算机科学及编程导论 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作为教学辅助 不少学校的老师会在课堂上面播放 或建议学生课后观看 经济学iPhone开发教程 则提供了工作中需要的实用知识和技能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推出了大约3000多个视频 并组织了100多名翻译者翻译了其中2000多个 同时我们还开发了各种份额派的客户端 以方便观看和下载 这个过程一直在持续 2011年1月 网易加入了开放科技人员 GOCWC 这使得我们能在全球范围 能够更快地获得更多更好的内容 同时我们积极呼吁 中国其他组织和个人 也能参与这一传播 到目前为止 中国最大的五家互联网内容提供网站 都已经开通了公开的观看服务 这还不包括数量难以统计的各种网站 个人博客等 去年10月 中国几十所大学开放了他们的课程 并把内容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免费提供给网友 其中50次电商 演讲与口才 从安音斯坦到霍京的宇宙等课程备受欢迎 对于网易公开课 我们一直坚持公益和开放的理念 我们欢迎更多的组织和个人 能够和网易一起来推动这个项目 无论是提供更好的内容 参与翻译 还是在举办的活动当中宣传这个项目 我们坚信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 人们接受教育的需求不会改变 欢迎大家访问open.193.com 谢谢